歡迎收看 BEYOND BRAVES 我是楊振磊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的是祥君以及廷照兩位 我們一起來到Fridays這邊一起來聊聊天 然後吃美食 在這邊要提醒大家 即日起開始到7月3號 有畢業季的謝師宴活動 那你只要糾團30人以上 來到這邊一個人只要600元 有指定的主餐還有指定的餐點可以吃到飽 所以請大家在7月3號以前可以多多的糾團 糾你的同學、糾你的老師 一起來這邊辦你們的班具 或者是謝師宴 兩位有沒有謝師宴的經驗分享一下 我國高中都有吃過謝師宴 你又吃什麼 就是可能吃那種比較傳統的那種斑豆 大家就是可能一個年級結束了 然後一起去聚餐那種感覺 會特別跟老師謝謝嗎 或是什麼 會啊會啊 老師會來就是 也是就是 就是一起吃飯這樣 然後可能就是 吃飯吃到一半 然後就是會跟老師 就是 有點類似敬酒 可是沒有喝酒 然後就是拿飲料 拿飲料這樣 謝謝老師這樣 欸剛剛不是這樣講的喔 哈哈哈哈 剛剛好像不是這樣講的 確定老師在嗎 確定老師在嗎 好啦不管怎麼樣 歡迎大家糾團來 那聽到咧 我比較沒有這個經驗 但都是通常都是 一個球季結束跟著球隊 然後一起去吃飯 然後還有一些球隊的打架 這樣子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在今天就要 邊享用美食 然後邊來聊一下 兩位今年賽季 其實都算是蠻成功的 對不對 我們一定要邊吃啦 才有FU啦 好不好 大家一一桶都是哪些 農料 方便啦 對對對對對 這樣拿叉子啊 可以切就好 可以切就好 真的可以切就好 好啦先 先廷照先 先聊一下好了 富邦四少是哪四少 應該是我們兩個家 凱傑跟桂宇吧 其實跟廷照 很早之前就一起同隊過 之前高中那時候 畢業的時候 18的時候 所以其實很早之前就已經有同隊過 就也不算陌生啦 也不算陌生 就是 也是有一點 就是同隊過的那種感覺 這個摸個 一陣子吧 然後就會比較互相了解 這樣 他有說什麼幫助你們 在這個聯盟球隊成長嗎 還是都不理你 是沒有不理我 這是就是在球場上面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你跟後衛跟中鋒的搭配 在球隊的體系來說 有一點重要 所以我可能不知道其他中鋒的走位 甚至是他的話 可能會去問他一下 就是戰術方面 或者是在快攻的時候 他們會怎麼跑 跟桂宇比較多 因為他也是室友 所以跟他互動會比較多一點 對 那你們私底下會去約 去約什麼 要幹嘛 要幹嘛 我們會去 都一起在幹一些什麼事 有時候會跟 跟玉璃和木村出去 看風景休閒的地方 風景 真的假的 老人青春欸 真的 他就是 就是 我們那時候去那種 坪林 坪林有一個地 有一條溪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溪 反正就是把車開到旁邊 然後我們就下去有點像那種 露營的概念這樣子 那你呢 你在私底下跟他們互動呢 我跟凱傑吧 凱傑比較常 可能私下可能會去小作這樣 就可能居酒屋啊 就可能邊吃飯 邊吃飯邊喝一點 那你覺得 今年來到職業的比賽 就是 你自己 感覺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在富邦都會是兩個小時 然後準時就會收 所以你在兩個小時內 練的東西 很多都是 但是比賽會需要用到的 所以你要在兩個小時內 吸收掉 然後甚至是學會 然後再把它放在場上 這是比較不容易的地方 講到學長的那個互動 你咧 你第一年加入 感受 其實都 滿少 跟他們在場上 有一些 互動嗎 也好 可是 就是在練球的時候 可能 我做不好的時候 然後 會突如其來的來去 告訴我該怎麼做 這部分是比較驚訝 因為 我也沒有主動 我問庭恩問的比較多 我覺得是後衛的關係 所以我想要快速了解 甚至是 可能就畫比較少 對對對 就是因為分組的時候 會跟他們分到一起的時候 才會去問他們 或者是想要了解他們的習慣是什麼 因為你在比賽的時候 有可能會是跟他們陪在一起 他說什麼 偷學傑哥 傑哥喔 你說剝頭髮加轉身嗎 哈哈哈哈 這樣 他現在是會這樣 會這樣摸 因為他瀏海這邊 他那個 他那個油頭 然後這樣 對對對 已經不是這樣 偶爾會這樣 之前這樣玩 然後還會這樣甩 現在是這樣玩 然後這樣摸 這邊 順一下 那傑哥知道嗎 還該不知道 好 希望這集那個 之前也會看 應該有小學弟在摸放 好 好 我們再聊一下這個 日本 你覺得 因為日本跟韓國的籃球 一直都被拿來跟台灣這邊來比較 那你覺得從他們身上 你學到些什麼東西 球風也蠻快速的 然後再來就是 外線能力 每個都能同 然後每個都蠻準的 但是我會覺得在 日本的後衛方面 擋拆的細節 切入的動位那些是比較吸引我 在比賽過程中可以去觀察的地方 你問哪個球員讓你印象深刻 或做什麼打法讓你印象深刻 你會覺得哇賽 原來球可以這樣打 我忘記那個日本隊的那個 HOLD叫什麼 他們容易 對 他跟中鋒做的搭配 都可以準確的把人帶去給中鋒黨 當然他們中鋒黨的也很雜實 可是 黨人完之後的選擇 我覺得他們的 準確度比我們來的還要高很多 可能穿 或是自己投 他們選擇都還不錯 聽說桂宇回來 去日本回來之後他有加練 對加練蠻多投籃 就是會模擬比賽情境 然後跟魏維教練 或者是仁哥他們去討論 就是在後衛這方面的技巧 在打完日韓的時候 他可能覺得自己的表現沒有那麼好 因為那時候傑哥他們都不在 然後他當了那個時候的隊長 所以我覺得他給自己的壓力會稍微大了一點 那當然也是有一個責任在 然後他表現卻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 所以一回來 他就想辦法把自己變得更好 因為整體來講 我覺得去日本是很值得的 值得值得 我覺得他們很重視籃球這個運動 像他們參觀也是非常好 就是很大 然後可以很多球球迷這樣 像我們去第二場去的那個 沖繩的那個主場 然後他們就是很多日本的球迷在那邊 就是不管是吶喊啊 然後幫球隊加油 我覺得就是很震撼 我覺得你們兩個 對於球隊的影響都還蠻大的 包括像是你上半季 等於說過年前 上場時間不穩定 然後翔君是今年因為 鼎哥轉聯盟 所以你有時間就變了很多很多 那先來講一下 今年賽季 因為你們已經要結束B型賽了 然後你們已經確定是第二種子 要來打GL賽 而且確定對手是林航員 基本上現在都在備戰 在整個季後賽 那講一下今年賽季 例行賽 從這幾個月打下的 你自己的感覺好不好 我覺得剛開季其實 碰到蠻些 碰到蠻多那種 就是可能磨合期的一些問題吧 就是沒有展現出來 就可能在練習中一些磨合的東西 然後可是在漸漸的 就可能我們過完年回來 就是慢慢的 互相已經知道大家的默契 然後就也打得越來越好 然後就開始就是有一波連勝這樣 就是我覺得主要就是因為我們可能磨合期不夠 就好像可能就是需要一點磨合期 然後去調整我們球隊這樣 我覺得新人進來都需要一點時間 去瞭解富邦的體系跟打法 你現在已經很瞭解了嗎 第三年 就 就什麼 略之一二啦 略之一二而已 不敢說 那你在打十年也才略之五六吧 好啦那 起碼這個今年賽季對你來講是很成功的啦 就算還不錯 就是有把可能暑假練習的一些東西 有展現出來這樣 其實在去年暑假的時候 我其實就是練了很多可能外線投籃 不管是三分然後可能中距離還有一些拋頭 上個暑假就是最主要在練的地方 因為就是希望可以在更多外線就是可能 不再禁區然後可以躲過洋將的一些風阻 然後去得分這樣 你講到這個對我剛沒講到拋頭 你今天拋頭超多耶 對啊 就是在防流線進來一步之後的那個拋頭 其實你用很多耶 其實去年工程師有不拉吧 所以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必練的武器 就是可以躲過他的一些風感 然後到了今年就是想說要使用 結果不拉離開 但其實今年 今年還是就是 就是可能還是繼續就是 磨練這項技能 然後可以去 就是可以 穩定度可以去更好這樣 其實有些隊伍還是會 放投我們4號這個點 對啊我覺得如果 我能放投的那個空間 然後做好做出可以投進的話 我覺得就是可以讓球隊更有殺傷力這樣 今年最大進步獎 大概就是你的囊中物了 對不對 你應該也覺得吧 就可能就 沒有啦 誰是你的對手嗎 你自己說 現在有誰還覺得可以拿最大進步獎嗎 想不到嘛對不對 就沒有對手了 順意其實也不錯啦 對對對 順意也不錯 順意 然後之前也覺得碰碰就是 就是今年也打得不錯 但是差你一點點 換廷照來談一下就是 你自己在今年賽季 打得這麼激烈 你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跟學生完全不一樣 對 那你有沒有發現說 一上場之後 不管是在進攻上面 或者是防守上面 有沒有什麼自己應該要增加進步 進步的部分 防守我覺得那個判斷力 職業來得比較快速 你一點點的閃爭 或者是失誤的話 他們可能就得分了 所以在這方面 我覺得判斷能力要再加強 雖然 命中率 從用一個新人來看 是不錯的 但是 實際上我其實跟貴友他們同一切 我不會用 我是剛剛進來的那個 新人的水準去看待這樣 所以你對新人王這個想像很好 這個沒有想太多 沒有很多 我覺得球隊冠軍比較重要 有沒有 新人王那只是一個肯定而已 也不能 但球隊冠軍的前夕之下 是你的上場時間 要有夠肯定 對不對 應該也會希望是這個 對啊 我們看到今年你有很多那種 大轉身 對對對 這個呢 來分享一下說 你在進攻上面 好 因為以前我也會用轉身 但是沒有到大轉身 然後呢 我在受傷之後 就是轉身跟墊布 這兩項被拿掉了 做這兩個動作 因為我是做墊布 然後石鎮帶斷掉的 所以包含你的轉身 會用到的軸心腳 如果是左腳 然後墊布可能也會 比較用力的話 後來慢慢的我覺得說到職業之後 你的手段不能這麼少 所以其實在我熱身的時候 或者是在私底下練球的時候 也會嘗試去做轉身跟墊布 把我以前有的東西找出來 但是使用率不會那麼高 然後剛好在日本那一場 下意識突然間做出來 做出來 對 然後回來台灣剛好又有 打領航員又有一次轉身 又有一次轉身 對然後才發現說 我好像已經找回 一點點以前的我 這樣子 才一點點喔 影子嗎 影子 那轉身還不夠大 還不夠大 還要再大一點 要再大一點 要再豪邁一點 我覺得是隨時準備好自己的心態 去面對每一場比賽 我一直都是從開季到現在 都是保持這樣健康的心態 因為你畢竟你已經是職業球員 你的心態不可以掉 你的自信心不可以掉 我會說上半季比較算是一個 新人剛進來的過渡期 過了之後 是時候 該好好的把練球的過程 展現在球場上 把富邦 就是幫他們加分這種概念 去呈現出來 可以吃漢堡 來問上去 這還是太大 不會啦 你就切切開始吃嘛 對啊切切開始吃啊 我都是直接這樣的 對啊可以啊 反正像我要問他啊 你沒有講話 對 你每一罐一次黑哥都有可以寫 也沒有每一罐 沒有到每一次 因為一罐太多 說出你的心聲 黑哥還有好多雙鞋 對來來來 說出你的心聲 跟鏡頭喊話一下 沒有其實 還欠你緊手你先講 哈哈哈哈 其實我也沒有去算 就是 就 其實我也不太care鞋子 有沒有 一時一時五雙 其實我還好 我真的還好 我對鞋子其實沒有那麼care 對啊 我覺得灌還是就只是 我想要就是可能展現出了一些 可能霸氣啊 不然就是一些企圖型這樣 能力吧 能力的展現 我覺得有機會就是展現出來 但是今年很明顯你灌很多欸 我覺得一方面可能也是今年身體真的健康 然後可以去做各種我想要做的動作這樣 嗯 有啊他跟我講很多次 我們去私下吃飯的時候他都一直跟我講 因為很多我灌人的傳球都是凱傑傳給我 嗯嗯 他說傳一個他說要分一隻腳給他 哈哈哈哈 這樣算一算他應該也有個三四雙 對對對 如果真的有算一隻腳的話也有三四雙 而且是不是很長就是那種拖車的 對啊就是可能快攻 然後凱傑就會看到我的箭頭 然後就是貼長 我覺得其實一方面也是因為頂哥離開 我希望就是自己可以去地補上去這個位置 就打得更有企圖性 就不要可能微微縮縮這樣 那現在打到第三季的球隊的路線 你已經掌握得非常清楚了對不對 對啊就算還不錯 哈哈哈哈 現在誰迷路了是不是都是要問你 哈哈哈哈哈哈 迷路我想多問你 好 我覺得其實中榮就跟我前兩季蠻像 因為前兩季也就是因為可能有受傷的那個風險 然後教練其實就是可能有受傷風險 可能就會比較去更小心的去使用我們 但是其實也可以交流交流啦對不對 因為他畢竟是新來的嘛 所以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 你怎麼在這幾年的一個成長 迷路可以講一下smile嗎 史瑪 史瑪怎樣 史瑪長迷路 史瑪就是已經來很久了 有沒有 還不知道 還一起不一起 不會啊我覺得其實 其實其實 其實史瑪也越來越好拉 對啊 他其實也越來越好 其實史瑪也會一直去主動去問教練 哪裡 哪裡 沒做的很好 哪裡需要去改進 對啊我覺得其實就是 就是想讓自己去禁錮這樣 不過從聊天當中也覺得你們 真的很多優秀的年輕球員 我相信一定都會上的時間還蠻多的啦 就是會有固定的表現機會 我們來談一下氣候賽好了 在最近例行賽的後段 常常在比賽的暫停當中 或轉播當中會聽到 徐總一直在講說 肌肉賽強度 肌肉賽不能這樣打怎麼 你們覺得你們現在心態已經武裝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我覺得其實教練在後面幾場 其實就是一直給我們 就是要有那種季後賽的標準 但我覺得其實我們沒有做得很好 對因為 哪邊沒做好 就可能像防守啊 因為其實進幾場的四分 其實真的來的偏高 對啊 其實教練也就是一直在強調 我們需要季後賽的防守 然後其實我們這幾場就是 一直去往季後賽的比賽去做準備這樣 今年應該感覺不一樣囉 對啊 對啊其實今年像可能其他隊啊 像國王 然後甚至是領航員 其實他們 今年這季其實都有很多表現不錯的球員 對 我覺得就是可能大家的實力又是更相近 對啊 所以其實在要挑戰冠軍 其實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一直以來大家都會說 你們是季賽養生季後殺生 這個說法你覺得怎麼樣 前兩季算是這樣 但這季 不是喔 這季不是喔 這季就是 努力朝向這個目標吧 其實很多就是有經驗的球員 像可能陳哥 憲哥捷哥他們 其實因為靠近季後賽他們的練球態度是完全 就是 你會感覺到完全是變不一樣的 就很認真這樣 就非常認真 就是不管是練球的強度啊 然後一些態度 投懶的自我要求 那個 就是你會感覺到他們都是變了一個人 就是你就知道就是 現在已經是季後賽 對啊那種感覺 你最想打哪一支球隊 最想 對 最想贏他們 最想贏他們 可能 那個 林昂元吧 唉唷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自己同學在 在那邊 俊翔 俊翔在那邊 想讓他提早放假這樣 哈哈哈哈 可以啊這樣講 對 俊翔是你同學 對啊 正名 只能有一個翔哥 這是我曾祥軍 哈哈哈哈哈哈 另外的 我想的都請靠邊站 但是你知道 如果能選一個對手 你會最想打誰 國王 喔 為什麼 因為 今年 他對戰他們 我們好像都處於 下風的部 但是我覺得我們實力並不差 所以想要在 季後賽把他打回來這樣 那有沒有特別對上誰 後場當然是凱燕或者是舊 因為他們都算是在聯盟 算頂尖的後衛 那 就是 跟他們對戰 對抗的過程中 可以去了解說自己的實力 跟他們還有差距多少 或者是在他們身上可以學到什麼 這樣子 聽你的談吐 你覺得應該 你也不會是覺得很有壓力的人 對不對 今年第一次打季球賽 對啊 沒有壓力 我也沒有什麼308的壓力 無事一身輕啊 跟你無關 對 沒有我的事 我是來幫你們 加油 那你自己有什麼樣的期許嗎 就是今年的捷運賽 如果可以上去 先體驗 然後 然後再來球有好的表現的話 我自己是這樣子想 會不會擔心自己加入之後 沒有辦法聯合 會覺得是自己的問題 會不會 會這樣想嗎 不會 因為我在健行也拿過冠軍 OK的啦 現在有冠軍沒有什麼了不起冠軍 你們前面的例行賽 當然是希望能夠拿下 自由賽資格 可是現在是應該你們把狀況 調整到最好的時候 因為你們要去衝擊的是總冠軍 信心喊話一下好不好 對於今年的自由賽 你自己有什麼樣的期許 不管是數據上面 或者是表現上面 來 鄉君先來 當然第一目標就是球隊可以 三連霸總冠軍這樣 然後自己的話就是當然就是希望就是幫忙 可能球隊就是鞏固好景區 然後甚至就是幫助球隊可以拿下勝利 再拿武雙血之類的 再換武士來 再加前面的武雙 看你們最後再打幾場你就灌情刺 這是我們節目上面給你的目標 讓我們好可以去考慎一下黑哥 好 那請照 就是球隊的目標當然 我想大家目標一致嘛 那如果是個人的話 我自己是希望在 調度方面可能憲哥或是庭恩 甚至到過於狀況不好 輪到我上去頂的時候 我是可以頂住那個壓力 那我們就可以拿那個 場均15分的 哇塞 場均15分 好 一場 起碼有讓我們看一場你爆亮的演出 就一場 把握機會 對 把握機會一場 好 今天呢 很開心在Friday這裡呢 跟翔君還有林造 吃了這麼美味的美食 那當然呢 兩位呢 現在已經是臨賽 告一段落了 那就要備戰季後菜 我們也預祝兩位 還有代表光榮士 兩位在季後菜打出更好的表現 今天非常謝謝翔君 謝謝 謝謝 我們下次BEYONBRACE再會 掰掰 掰掰 我建議是 一個人在講獸 一碗裡面可以吃 對對對 就不會在那邊等待 對 要不然你就沒有機會吃了 你就會想坐在旁邊吃 當然你可以邊吃邊聽 我覺得平常其實練球 他們其實都會吃的時間 趕快 不用擔心我